北韩 例如说像金正恩 三不五时就在刺激美国 就在那边耀武扬威的 斩首行动之后 你的后果怎么办 你能够找到接班人吗 朝鲜人民 比如说血统主义 很重要 韩国人从来也没有去领养过 别人家的小孩 跟自己没有血统关系的 从来没有 只有韩国孤儿被外国人领养 北韩也一样 他们非常忠实血统